無線TVB仲藝節目報導 76歲的可白同年紀世30年的申何太閃婚 掀起了全城意說 申何太在節目堅稱 不是貪對方450萬的身家 而是真愛 近日最新一集節目播出後 而此是可白的五位子女 及一名自稱為何太的人士 在Facebook討論區開戰 事件越演越烈 今日再有一名自稱為可白大仔的網民 在討論區投稿 並以何馬稱呼申何太 文宗他先指可白上節目時表現不正常 又表示申何太原本叫可白介紹男人 但喝完何馬的湯水後 竟然沒有跟五兄弟姐妹商量 就自己走出去跟何馬簽紙結婚 中文字幕志愚住 各種類似乎 與其他人無匯卻 中文字幕志愚住 中文字幕志愚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